英国伦敦扩大空污税的收费 本来只针对市中心的车辆 但在29号的时候 再将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全伦敦 只要是造成严重污染的老旧车辆 开进伦敦 车主每天要多缴台币500多元的空污税 希望借此来促进旧车态患 伦敦市长就说了 这是困难 但是正确的决定 不过呢 很多市民不买账 认为说生活成本一再高涨 被压得喘不过气 就连首相苏纳克都觉得不太妥当 伦敦街头充斥着抗疫生 因为当地生活成本恐怕再提高 伦敦原本只在市中心 划定超低碳排范围 针对造成严重污染的车辆收费 不过29号范围再扩大到全伦敦 全市半数人口居住的郊区也不例外 只要是2006年之前产出的老旧车辆 或2015年前生产的柴油车 开进超低碳排范围 每天要加收合台币512元 俗成空污税 就算心里清楚是为了环境 但目前民众眼里只看得见 不断增加了账单 隶属保守党的首相苏纳克 也不挺伦敦市府 伦敦市长宣布向老旧汽车的车主 提供2000英镑的换车补助 但换算台币8.2万 遭批根本无感 只不过空污确实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 以目前全球环境来说 空污对人体的危害更胜抽烟跟喝酒 尤其在南亚 空导致居民的预期寿命 减少5年以上 内容好逼